纽约市警周三公布季度犯罪数据统计 室内整体犯罪率持续下降 而地铁系统的犯罪率在3月份大幅下降23.5% 根据市警数据 纽约市主要犯罪类别的犯罪率在首个季度均出现两位数下降 如抢劫案减少51.9% 谋杀案减少17.1% 重大盗窃案减少15.2% 入室盗窃减少13.8% 重罪攻击减少10.9% 强奸案减少3.7% 在交通系统方面 首个季度的犯罪率年减1.1%到538宗 其中3月份的单月犯罪率大幅下降23.5% 市警局长卡班将此归因于系统内新增了1000名警察助手 与去年相比 地铁系统中逮捕的整体人数增长近53%至4813人 其中因持枪被捕的人增长83.3%至22人 逃票逮捕人数增长近80%至1864人 因重大盗窃罪被捕人数增长24.1%到108人 船票数量也显著攀升 此外 截止到3月28日 市警今年在交通系统中共查获了450件武器 包括21支非法枪支 高于去年同期261件武器 包括9支枪支 卡班说将继续密切关注犯罪驱动因素 以改善交通安全及安全观念 纽约州长霍处周三宣布 州机动车车辆管理局DMV 已经启动一个多年期的项目 以更换部门的大部分老化技术系统 并进行现代化改造 旨在为客户提供更有效 更安全及更便利的服务 根据州府新闻稿 DMV已经与世界级软体公司 Fast Enterprises LLC签订了合同 该公司已经在全国超过15个州 成功实施了类似系统 并将在大约未来四年内分两个阶段 帮助当局实现技术平台和服务交付的现代化 新技术将取代并整合DMV大部分传统技术 当中部分甚至已经有50年历史 从而使DMV更加安全 稳定和灵活 DMV计划透过项目引入自动化 以加快处理时间 并尽可能消除纸质表格 提供更多的线上和自助的服务选项 创建全面客户档案 使DMV工作人员能够在同一地方查看客户信息 提供更人性化的体验 并主动地标记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到期情况 霍楚说 自己作为一名前线书记 他亲身了解DMV在为纽约人提供关键服务方面的重要性 形容相关投资是DMV战略现代化重要一步 并希望为每个人创造更快 更简单 更方便的体验 纽约市交通局宣布将于本月20日举办史上规模最大 无车地球日 届时全市五大区将有超过100条街道禁止车辆通行 开放给行人和自行车 鼓励市民体验无车街区的乐趣 这次无车地球日涵盖五个行政区内53条无车街道和广场 与去年相比增长了23个 活动时间也相应延长到下午4点 还将有更多的公共艺术展示和社区活动登场 市交通局长罗德里格斯表示 无车地球日鼓励市民绿色出行 享受开放街道带来的共享空间 作为纽约市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车日庆典 各地区都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活动 音乐表演等 多件公共艺术作品也将提升市民对气候变化 环保主义和永续交通方式的意识 活动还获得了网约车公司LIFT的支持 Silly Bike在当天将提供24小时内 无限次的30分钟免费骑行 无车地球日于2016年首次展开 最初仅限于将曼哈顿的特定街道 改造为公共广场和无车区域 以便行人 骑乘者和地方商家使用 今年的开放街道季节 获得了市交通局批准的3000万元合约 共有需要的开放街道 广场和其他公共空间使用 近日发布的多份研究显示 纽约市的生活成本高企 有一半的家庭缺乏足够收入 而且是全国生活舒适度最差的城市 由非牟利组织 纽约市联合之路和纽约市基金发布 名为真实的生活成本报告提到 纽约市有一半的家庭缺乏足够收入 而且无法在没有政府 家庭或社区帮助的情况下生活 儿童保育费用也成为纽约中产阶级的问题 成本增加131%的同时 收入中位数仅增加71% 此外 有50%处于工作年龄的纽约人 在日常支出方面出现困难 约有300万人难以负担健康的食品 报告建议 地方州和联邦政府采取联合行动 为有小孩家庭减轻负担 加上通货膨胀及物价高企 雇主也必须做出重大改变 与此同时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金融公司 Smart Access上个月发布的另一项研究显示 纽约市是全国生活舒适度最差的城市 单身人士需要每小时获得66.62元的工资 或每年赚取至少138,570元 才能维持舒适的生活方式 若以一个四口之家来计算 则平均需要赚取至少318,406元 是纽约市家庭收入中位数 76,607元的三倍多 这就是为了我们来的 是为了我们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